在这一章中我们将在PC端实现这个应用程序的主体逻辑 那么我们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呢 就是实现像这样的一个效果 在模糊的图片上面有一个圆圈 这个圆圈呢显示了相应的一部分清晰的图片 那么这样的效果具体是如何实现的呢 我们先来看看一个大概的机制 我们现在程序上已经有了一个模糊的图片 下面我们要做的是在这张模糊的图片的上面放置一个converse 那么在这个converse中将放置一张清晰的图片 这张清晰的图片呢完整的盖住了模糊的图片 不过这样一来用户就只能看见清晰的图片了 为此我们将使用clip剪辑区间这样一个概念 随机的在这个清晰的图片上剪出一个圆形的位置 并且只显示这一部分 这样一来大家就看到了在前面的这个converse图片中 剪辑区域中所显示的清晰的部分 以及后面的这个整个模糊的图片 原理就是这个样子 下面我们来看看代码的具体实现 下面由于我们要在这个模糊的图片上面呢 再放一个converse 所以呢我在这两个元素的外面 整体的再做一个DIV 我管它呢就叫做blurDIV 那么在blurDIV的里面 除了有一个模糊的图像 一米纸之外呢 我们再放置一个converse 整体html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构 下面我们为了要让这个converse 盖在一米纸这个模糊图像的上面 我们要修改相应的这个css 那么首先我们为我们新创建的这个blurDIV 设置相应的格式 那么这个样式非常简单 暂时还是固定的800x600的宽和高 并且呢在图像的局中位置 在这里注意 我将它的position设置成了relative 那么后续呢 我会将blur image和我们的converse设置成 absolute这样绝对的一个定位 以让它们呢能够叠加上 下面我们来看我们的blur image 在blur image中呢 我们对它们的定位进行一个变化 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 使用绝对的定位absolute 同时left和top都选用00 这样一来 首先把我们的这个模糊的图像 放置在了blurDIV里 之后对于我们的converse这样一个元素 采用这样的一个样式 display block margin是0 auto 同时最重要的定位也是绝对的定位 left和top分别是0 这样一来我们的converse和blur image就叠加起来了 那么在这里我要显示的表示一下这个叠加的次序 采用zindex这样的一个属性 对于blur image呢 我们就把它设置成0 那么由于converse要在blur image的上面 所以呢这个zindex就要大一些 我呢在这里头设置成100 为了看到这个叠加效果呢 在这里我暂时给converse设置一个background color 在这里呢就使用最显眼的红色 我们先来看看此时这个程序运行的效果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个样子 一个红色的converse覆盖在了我们已经模糊的图像上面 由于我们现在还没有设置converse的大小 所以这是一个默认的大小 那么之前的课程中我们介绍过converse的大小呢 最好不要在css中设置 而要在js代码中设置 下面让我们来处理一下相关的js代码 打开js文件 那么首先我们定义两个变量 把这两个变量呢分别叫做converse width和converse height 在这里呢我们还是暂时先用这个硬编码的方式 800乘以600 我们后续呢再对这个问题进行修改 那么下面就是获取converse对象的时候 大家可以回忆一下我们使用document.getelementbyid 这样的方式通过converse这个id值获得converse这个对象 这里大家要注意一下 我是将converse这个标签的id设置成了同样也是converse 我不是通过这个converse的名称拿到的这个对象 而是通过这个id 大家要清楚这个概念 那么下面最重要的我们基于converse进行操作的话 需要获得绘图的上下文环境叫做context 使用converse的getcontextrd这样的一个方法 那么在具体的使用这个context进行绘制之前呢 我们首先对converse的大小进行一个设置 将我们刚刚设置的conversevis和conversehat 复制给converse.vis和converse.hat 非常的简单 那么这样一来 我们现在整个的converse就覆盖在了我们模糊的图像上面 我们来看看此时这个程序运行的效果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个样子 背景是模糊的图像上面呢 有我们新建立的这个converse 如果对这个创建converse的过程不熟悉的同学 希望大家可以再看看之前我们介绍converse的课程 那么下面我们就将使用converse相关的绘制接口 以及剪辑区域这样的一个接口 来创建出我们想要的后面是模糊的背景 前面有一个圆形的清晰的部分图像 这样的一个效果了 大家加油